四高的话它属于代谢性的疾病 也是我们经常现在可能趋于年轻化的慢病的慢性疾病 那如果这些疾病我们没有加以重视 或者是没有很好的控制的话 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一些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 那血糖这个高血糖的话有很多的相关并发症 比如说它到后期的时候对我们的一些肾网膜的一些病变 还有一些肾病都是它的一个并发症 那我们在疾病预防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是说把它分为三个等级 但是到了第二第三个等级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筛查治疗以及它的并发症的预防为主 所以我们尽量是从我们的第一个等级就开始干预 就是这个在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方面就去干预 那我们一些健康因素的话 跟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相关的几大因素 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膳食方面相关的这些因素 其实膳食的话我们尽量做到膳食的均衡 就是尽量三少 一个是少盐 少油 还有少糖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超重肥胖 还有就是我们的吸烟和过量的一些饮酒 还有就是平常就是不怎么运动的这种习惯 还有就是我们的心理方面 心理健康这些方面的因素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